纽约会客室由Chase赞助播出 欢迎走进由Chase赞助播出的纽约会客室 今天我们请到了歌从东方来世纪美声音乐会的主创团 对 欢迎大家 欢迎 凯琳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有我们的新朋友 也有我们的老朋友 大家就先跟我们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 好不好 来 吴女士 从您开始 我是吴玉 是中美艺术家联盟协会的主席 这次与诗画琴棋会一起合作 来办这场歌从东方来 来 关女士 我姓关 叫关叔妹 纽约诗画琴棋会的外交公关部主任 很高兴今天能够和我们中美艺术家联盟的 很多优秀的歌手愉快 在我们的很漂亮的那个剧场里举办这么 在林肯中心 对 林肯中心 对 歌从东方来的这个世纪美声音乐会 很高兴 来 尹先生 我是纽约诗画琴棋学会的这个董事 也是我们这次活动的总策划 刚才这个吴玉 吴小姐是我们这次活动的这个艺术总监 关叔贝 关小姐是行政主监 Hello Hi My name is Aaron Scarberry I'm from Philadelphia I'm an opera singer I studied with- at McGill University in Montreal, Canada I studied with the world renowned tenor Ben He controller I am preparing to move to China shortly after this performance to teach music at a school in Changzhou 所以你看,能唱中文歌还有个好处 我知道虽然你学中文才学了一年 不过中文歌已经唱得很好了 现在都可以被请到中国去教书了 这次会演唱几首中文歌呀 唱哪就是我和天路 天路 尹先生跟我们说一说 为什么这个诗画琴棋会 要来主办这样一场音乐会 我们诗画琴棋呢 纽约诗画琴棋已经成立二十多年了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所以我们的主要就是说 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主 诗词方面 琴还有这个画书法 中国象棋 中国象棋这方面 那我们弘扬中国文化是我们每一个 炎黄子孙的责任 那现在来说呢 这个歌唱方面 我们在诗画琴棋的这个学会呢 以前还没有介入 但这次呢一个反正一个很好的机遇 我们跟那个吴老师一个合作 当时我们谈到这时了 我们就很兴奋一起觉得要合作搞一个这个东西 这场演唱会 这是也是我们大家的这个 共同心愿 演唱会筹备多久了呀 大概也就是两个多月到现在 其实尹医生是我们诗画琴棋的董事 董事要出钱出力的 因为我们就是在社会里边就是推广中国文化 赚不到钱都要出钱的 所以我们董事每年捐钱出来做这事 琴啊 诗啊 画都做得挺好的 以医生本人他自己比较喜欢唱歌 唱得很棒 就这回就没有机会唱 下回再唱 但是他就这回筹备 策划 亲力亲为 还有一炮赞助 自己的朋友亲戚都一听说这个事好事 第一宝剑就积极响应 还有连成功说有积极响应 说我们赞助 这个太好了 就是中华文化 在我们这么好的一个音乐厅 还跟我们这么优秀 很多的歌唱专业的声乐家 就是叫做科班的 科班的 说是过江龙 过江龙 能够在一块他说很好 这个很有意义 大九九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 说实话这两个月 他们都觉得很惊人 这才两个多月 因为我们是四月份才起步 现在才六月嘛 对吧 那现在已经差不多到倒数的时间 倒计时了 倒计时了 胜利在乎 对 倒计时了 而且演员们他们也很认真 上个星期已经就合约 因为大家都是业余时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你看我们影医生 他是个博士医生 自己的诊所放下来了 忙得不得了 对 很忙 很忙 还有每个演员的时间 也不是说在一个学校 或者在一个公司 完了一招就来了 我们这个艺术总监 他调动演员 也时间要有很科学的 去分配 所以真的 也很顺 也很顺利 因为就是有我们这个 这么多的赞助 就是朋友们的支持 还有那么多专业人士加入 是吧 加入 那吴女士跟我们说一说 这一台音乐会 它的特色是什么 亮点是什么 艺术风格又是怎样的 首先我是要感谢我们这个 石化琴棋会 特别的支持我们这台音乐会 那么我们这次呢 主要的这个亮点有三 第一呢就是这个学历高 都是一些专业课班出身的 这个优秀的青年歌唱家 第二呢就是我们有这个 外国朋友加入 有三位外国朋友加入 男高音 Iron是代表是吧 Iron今天是我们的代表 有男高音 女中音 女高音 他们都是硕士毕业 那么我们还有博士生 在这个演出 参与演出 听说是我们这个美国大学生 选出来的冠军 没错 中文电视台选出来的冠军 他将会给我们做 这一场音会的亚洲 那么这个 这次演出呢 还有一个亮点呢 我们请到了一个小提琴 优秀的小提琴 这个艺术家 他是胜中国大师的 关门弟子 中央音乐学院 然后现在呢 在伊斯曼音乐学院里头 做这个 跟这个罗曼大师学习 非常优秀 他会在曲目上呢 也是梁柱 还有满怀深情望北京 都是一些热爱爱国的艺术歌曲 听说他那把琴 这个还有个不错 对啦 他那把琴啊 即使是你看一下都不容易 真的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来 这其实三百多年了 1777年出产的 到现在 他是一个古董收藏家 因为知道这个音乐会 他就无赏的说借出来 无赏贡献出来 借出来给我们 所以呢就是说实话 真是很不容易 看琴 而且还能听到这个鼓琴的这个 声音 声音 不容易 难得一见 真的 因为你要到博物馆 可能才能看到这么好的琴 它就锁着玻璃里 还有保险的 但是你能听到的琴声 而且还有一个这么优秀的 我们的这个琴手来演奏 真的很难 是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这个百老汇的一个歌手 龙龙 也是我们的嘉宾 对 也是你们的嘉宾 那么他也会在演唱几首这个百老汇 就是这种形式的中国歌曲 像夜上海啊 这样子的 就是三十年代的一些小调 那您会唱什么呀 我在这个音乐会里头 我们是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爱国歌曲 由连城合唱团 做我们的开幕 然后呢 唱这个祝福祖国 茉莉花 然后接下来呢 也有一个近代的一些创作的歌曲 像长江之歌 我爱你中国 然后中间部分 那么也就是由我们这一 这一些专业的歌手来传唱 当年这个艺术大师 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在西方留学创作的 回国以后创作的一些 优秀的艺术歌曲 就是比较像黄字啊 这个刘半农啊 涅儿显星海 像这样的一些大师的代表作 代表作 那么我自己将会演唱 黄字的追寻 还有显星海的黄河苑 伍玉老师这回呢 他不仅仅是管理这几个 就是我们的演员 他还要教就是 因为他们中文喜欢 但是他有些字可能还不一定很准的 咬文嚼字需要人去通识 对对对对 这三个其实其他主义的 我是无偿的辅导他们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给他们这个咬文嚼字 制作腔圆 另外还要帮他们就是理解 这首歌曲的背景和意义 那么他们在上个礼拜的彩排之中 给了我非常满意的一个交代 真是很优秀唱得很好 所以观众们可以现场聆听 我们当就是 那天伴助的林老师 钢琴老师都觉得 哎呦 这样中文差挺棒的 他都很弹起来都有劲的 林老师 是是是 所以是中外艺术家共同演绎 爱国歌曲 中国歌曲 没错 而且是一个经典的 都是一些经典艺术歌曲 也就是说 当年的这个老一辈的 留学生来西方学习 那么他们创作的歌曲 我们现在新一代的音乐人 继续地传唱 来演绎 演绎 也是留学的心态 来演绎 就是当年留学生们回国 创作的曲子 可以就是起到了 当时那个起到的作用 真的是很震撼的 是是是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美国社会 华人区域和美国主流 来推广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 中国民族的这个精髓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音乐会的 主导的主旨 主旨 对 那尹先生 您作为这个 医生中的这个歌唱家 我们可以那么说吗 对 医生博士里的演唱 高水准的歌唱家 对 好吧 那您觉得像这样一场演出 给我们社区 给我们华裔 在纽约的华裔观众 带来的是一个怎样的事情享受 我觉得这个呢 是 因为我们现在在纽约的华裔呢 由这个老一辈的 就是 现在五六十岁的 他们呢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非常怀念的 那对下一代人呢 他们有的就不太熟悉 但是我们这活动呢 希望能把下一代的推广一下 让他们更加 就是说熟悉中国文化 对老一代的这个华人呢 也让他们更加 回忆怀念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 另外现在我们有很多 那个就是外国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团队呢 我们也希望把这活动呢 推向美国的主流社会 因为这个剧场呢 是在林肯中心嘛 有很多那个外国朋友 也会去看的 对 我们林肯中心有外票 影响很大 像这个Aaron 我知道学中文 虽然才学了一年的时间 但是呢 已经参加过很多演出了 包括田浩江老师的 这个I Sing北京是吧 对对对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 这个外国人唱中国歌的项目 都有参与 还在北京演出过 骆驼翔子是吗 其实苏州 在苏州演的 你是扮演翔子 男主角 一号 那我觉得这个对你的中文 也是一个挑战 你学中文多长时间了 I've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now mostly on my own 就是基本上都是自学 都是自己在学习 是吧 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呢 I just I really love China so I and I'm very excited to go back like I said before and the language it's beautiful but extremely difficult 大家都说这个中文很难学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歌唱家来说 因为唱美声嘛 他可能跟我们平时说中文还不一样 真的是对这个自证腔圆的要求非常高 没错 那作为这个您这个艺术总监来说 您觉得他们这个美国人 就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一年半的时间内 学了中文 然后唱出来的水准 和我们真正的 如果说是中国本土人唱相比的话 差距有多大 还是基本听不出来 他们真的是唱得基本上听不出来 当时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有一些连城的合唱团的一些观众 现场聆听 大家都非常的赞赏 甚至当他们演唱的 这个黄水瑶 女中音唱这首歌的时候 把这个现场听众的眼泪都唱下来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不但是对歌曲的理解 还有他的咬文吐字 都非常到位 好 我们把更多话题留到下半段再说 因为我特别想听 Aaron待会给我们唱 几句这个中文歌 对 好不好 谢谢 来来来来来来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各位 我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演出阵容 非常的强大 因为就像您说的 有这个很多专业的这个歌手参加 那我看其实这个好像人数也不少 在这个音乐会上算是演员蛮多的 对吧 是的 因为这次我们这个从专业角度上 就是说一共有四个声部 都齐了 男中音 男低音 男高音 女中音 女高音 五个声部 事实上是 那么这几位呢 我介绍一下有一位叫上宾 她是俄罗斯跟罗马音乐学院的双硕士 她是低音 因为世界上男低音确实比较稀罕 那么她这次要给我们演唱呢 教我如何不想她 和这个嘉玲江上 非常悦耳的声音 其次呢 还有女中音是燕娇 她呢 是沈阳音乐学院的硕士 那么也是在这次音乐会 大家可以听到她这个优美的声音 还有一位呢 是这个印第安娜音乐学院的硕士 黄佳南 她呢是青年歌手得奖无数 目前正在意大利演出歌剧 她会在7月9号专程跑回来 参与我们的演出 还有呢 其他的 还有年车公所其实也挺多人 你一声介绍一下 比较熟是吧 对 联程这个歌舞团呢 也是在社区非常非常活跃 他们成立了十几年 成立十几年 那个团长呢姓朱 朱老师 是我们的团长 但呢 这个联程共所的歌舞团呢 成立十几年以来呢 在深入社区 在公园 广场 在图书馆 还有小学校 教堂 反正演出了一百多场 一百多场 还有我们市政厅里面 市政厅也演出了 而且他最近呢 又聘请了一个 专业的指导老师 专业的指挥和指导老师 就是姓田 田丽 他是山东音乐学院毕业的 是彭丽媛的校友 彭丽媛校友 他自己唱歌也很好 他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 所以在这次会的 这个演出呢 他也担当了 这个合唱团的指挥 和他自己也有一首独唱 非常漂亮 他已经在国内 拿过很多大奖 这个艺术团 还要特别的说一下 他们接到 就是这个任务 演出任务 他们很高兴 说这么能够和 这么我们国内来的 很多的专业的歌唱家 在一个同台演出 而且让他们是 第一个上来演 他们就服装 专门搞了一套 他们现在是加紧训练 每周都不休息 完了排练 所有的动作 因为人多嘛 对吧 一个人演出就很随意 但是他很整齐 这很认真 还有他唱歌还强调说 要休息好啊 因为合唱啊 什么高度重视 尽量朝专业靠近 对对对 我们平时在设计 社区里面演出这么多 所谓的就是说 自己说是业语 其实他们已经是 专业的水平已经相对的达到 但是他们自己对自己 要求说 这么多 真的是专业的 我们和他们在一块 他们也真的在精益求精 应该有40名 40个人 40个人 对 然后其他的表演艺术家 有14位是吧 还是13位 一共 一共14位 14位 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值得提一下 那个张老师 这个在社区也非常有名的 张解胜 张老师 张解胜 张老师 他是从上海来的 他也是在国内 就是有参加过很多演出了 就是南高音 他在这儿呢 现在是游子音合唱团的团长 也是阳光艺术联盟的 那个音乐指挥 所以他在社区 也参加过很多演出啊 什么的 就大家这个 对他的这个反应都特别好 他这次也有 我们也有幸请到他 来加盟我们的团队 也要为我们演唱一首歌曲 还有我们的钢琴老师 也很重要 林老师 这几个歌手 他的伴奏 对对对 你介绍一下林老师吧 那个我们的钢琴伴奏 林立华 那就是在纽约 就是基本上在音乐团里边 是非常有名了 他是天津音乐学院 钢琴伴奏专业毕业的 所以他在纽约 已经十几二十年来 基本上白老会啊 林肯中心 很多有名的人 唱歌他都伴奏过 深入也是深入社区啊 伴奏很多年 效果非常好 这次我们也有幸 请到他来为我们伴奏 看来影音声这个扎根很深啊 在这边 对啊 我就跟你说他是医学博士 他生育也差不多成博士了 非常热爱艺术 热爱音乐 对 我们也是 非常有积极 我们其中还有一个医生 也是博士 也在我们这里面 我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在纽约的华裔呢 尤其是像您这样的医生啊 律师啊 或者是金融界人士 很多人都对这个艺术非常感兴趣 对 尤其是这个音乐方面 为什么呀 这个就是说 一个其实是陶冶情操 音乐就是非常非常对 一个音乐是一个无国界的一种艺术 还有呢 音乐 我们影医生还在做一下小小的宣传 他是美国养生学会的会长 为啥呢 因为他写了一本书 养生之道的书 他养生的 唱歌其实是养生之道之一 唱歌是非常好的养生 是吗 对 唱歌非常好 肺啊 形体啊 各方面的记忆啊 所以唱歌呢 吸引了很多的所谓的专业人士 其实唱歌就是生活的专业了 对吧 所以我们有一个博士 这个叫做李小青医生 这个不得了 他以前在大学里面 就是一个校园歌星 完了 医学界里面 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医生 在社区里面呢 也会常常听到他美标的歌声 而且偶尔去比赛 肯定是No.1的 林小青医生也非常优秀 那尹医生 您觉得这个社区里的这种文化氛围 通过办这样的活动 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就作为您来说 因为您那么热爱唱歌 而且也一直都是关注 我相信您应该也会找这个专业老师 请教学习吧 对对对 我也有请过很多老师 也学过 但是我觉得这次活动呢 我觉得对我们社区的 从那个声乐啊 艺术来说提高方面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所以我们这次的票呢 最近我们也在开始售票嘛 很多那个音乐团体 有和尚团呢 他们都来跟我们买票 还有费城的朋友 还有纽约斯的新载区朋友都来看 所以我相信这次对于这个社区的 提高他们的艺术水平 提高他们的演唱水平 我觉得是有很大帮助 这是肯定的 还有一个听觉世界上的就是享受 一般呢 我们没有这么集中 这么多的专业的歌手 在社区演唱 有 但是不会这么一下子 哇 十个 十几个 而且是不同声部 中音 高音 不同年龄 没错 还有男女搭配 好像还很平均的 还有我们的外国朋友 关键是 还有外国朋友来加盟 他这台节目就是比较丰富 而且呢 就比较独特的话 就是在短期内 这么多专业的歌手 给我们呈现 今年的那个歌曲 对 这对于推广中国文化 而且尤其是像您说的 它可能就是能够唤起 尤其是一些今年的老歌 能够唤起我们的这些 内心深处的情感 因为像我们的外国朋友 唱我们的中文歌 都是充满热情 Aaron 你跟我们说一说 你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啊 嗯 嗯 嗯 Impression Yeah I mean I love China so much 我爱中国 I just The culture is so grand and expansive and the language is so beautiful and the people there were so friendly I really love it there 嗯 中国人很友好 他的文化非常的深厚 当然之前也说了 语言很难学 我知道你学中文 也学得很不容易 但是我还是想请你 为我们唱几句好不好 唱几句中文歌 你给我们唱什么 唱 他演唱那天的晚上的歌曲 对 你自己决定 天怒吧 对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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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 我四年故乡的小河 还有河边指指唱歌的雪墨 哦 妈妈 如果有一朵浪花 向你微笑 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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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的真标准 标准 所以语言是绝对过关的 对 有伴奏 还有再加上舞台 像我更好 那像这样的一场演出 我知道筹备起来 它是非常不容易 也非常耗时耗力的 就是各位可能在这其中啊 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心力 那我不知道就是 为大家 就是为我们的观众呈现 这样一场演出 最后你们觉得就是 我作为我们的演员来讲也好 或者主办方也好 你们希望从观众那边 得到什么样的回馈 因为我知道 这次琴棋书画 好像是第一次举办 类似的大型演出 是不是 对 诗画琴棋会呢 扎根社区已经今年24年了 每年呢有个很大型的雅集 就是诗词 画画 还有中国象棋 这个以音乐来展示的话呢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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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有赖我们这个 董事影医生 因为董事他有做生意的 掏钱的人 对对对 掏钱 我首先来说呢 要感谢我们的那个诗画琴棋的董事长 曾卓怀先生 曾卓怀先生 和我们的会长 梅振才 梅振才先生 诗画琴棋会 诗画琴棋会 平时我们中文就说 琴棋诗画 亚亚亚琴 琴放在前面 没错 因为这个是个会的名称 为什么把诗放在第一呢 因为华人当时就是生活苦闷的 就是想就是 述发自己心里面的情感 就拿诗来写 所以诗是放在前面 有活动的 是吧 他那个诗词版很棒 风雨不改 梅振才会长 写古典诗 平泽平泽那些 纽约会客室 由Chase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